3月28日 中国跳水运动员全红禅迎来15岁生日 她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女子10米跳台冠军 可能之前全红禅也没有想到 在她15岁生日的这一天还受到了一个惊喜 来自国际奥委会的生日祝福 场下灰汗如雨 赛场上一跳定乾坤 从东京奥运会到陕西全运会 全红禅年少成名 在最美好的年华 她走在聚光灯下 将时间带回到去年夏天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中 出征东京奥运会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那时还只有14岁的全红禅 她上了10米跳台决赛的赛场 起跳 腾空 翻转 入水 泳池中泛起点点连衣 水花净神奇的消失不见 五轮动作三跳满分 全红禅已创纪录的成绩 夺得10米跳台冠军 当五星红旗 跳羊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上空 这个14岁的小女孩 瞬间在社交媒体爆火 自古英雄初少年 这句话用来形容全红禅很是贴现 东京奥运会一名惊人后 全红禅在陕西全运会 女子10米跳台赛场 再度上演水花消失术 再云集了陈玉希 张佳琪 以及李约奥运会 女子10米跳台冠军人欠 等一众名将的国内赛场 全红禅力压众人 逆转夺冠 过去的近一年时间 全红禅的表现用神奇二字来形容 毫不为过 她是幸运的 更是勤奋的 在她15岁生日之际 不妨一起走进这位 来自海滨小城的天才少女的故事 2007年3月28日 全红禅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 这座南海之兵的小城 素有中国跳水之乡的美誉 在小学一年级时 正在和同学们做游戏的全红禅 吸引了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 跳水教练陈华明的目光 无论是跳皮筋还是跳格子 她的身形轻盈动作灵活 经过了一系列测试 四个月后 全红禅来到湛江市体肖报道 开启了她的体育生涯 即便是很艰苦的环境 全红禅在训练中的刻苦 认真慢慢表现出来了 在陈华明眼中 全红禅的成功 并不完全依靠天赋 从最开始不会游泳的汉鸭子 到在同伴中第一个站上十米跳台 全红禅进步神速 当这个小姑娘懵懂地意识到 自己可能是这块料时 梦想的种子 悄然种下 2020年10月 在开赛前三周 才掌握五个拳套比赛动作的全红禅 首次代表广东队出战全国跳水冠军赛 并一举夺金 在三战奥运选拔赛中她两夺冠军 全红禅最终以总积分第一的成绩 获得奥运资格 后面的故事 大家便很熟悉了 吃点好的辣条 在东京奥运会夺冠后 当被问及如何庆祝 全红禅的回答颇为可爱 去年9月 结束了全运会之旅的全红禅 用照片记录了她和朋友们 在动物园和游乐园游玩的瞬间 此前没去过游乐园和动物园的她 这一次圆梦了 的确 在光鲜成绩的背后 全红禅所付出的艰辛 或许只有她自己才能体味 即使是在假期之中 全红禅依旧在训练馆挥汗如雨 单腿蹲起 踩动感单车 她脸上的汗珠清晰可见 她生日的这一天 不少网友也为全红禅 送上了生日祝福 国际奥委会用一段视频集锦 为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 送上了生日礼物 在外界看来 全红禅已成为赛场上胜利的代名词 三年后 我还想代表中国 站在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领奖台上 全红禅曾这样说道 眼神中有着几分坚毅 在巴黎奥运会周期 全红禅需要面对的困难 和挑战还有很多 在小和财路尖尖脚的年纪 全红禅的名字 与未来可期一丝仍将紧密相伴 希望荣誉带来的光环与喧嚣 在全红禅登上跳台的一刹那 都会安静退去 只待那发力的一跃 化作水花的精灵 全红禅 生日快乐